相对的也就大 为什么说它是一种动力的源泉呢 这个民营企业多的地方 先发的地方 民营企业的一些市场属性的一些东西 对国有企业呢 也有着客观上很大的影响 起着一个促进它观念更新的作用 民营经济发展得好 它是参与国有经济的改制 这方面的几率高 民营经济多 国有企业人员分流 转换身份 这样的蓄水池也就大 浙江的市场化程度 也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这个市场化的概念呢 在亚当斯密 他的这个国富论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就是提出了两只手的理论 一直是政府看得见的手 一直是市场 无形的手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还是离不开这两只手 关键是处理好两只手之间的关系 这方面浙江已经做了很多的探索 我们现在呢 提出要努力建设 服务型政府 法治政府 有限政府 我们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浙江把过去有三千多项 政府审批 减少到现在就有八百多项 成为全国审批简化的 比较少的一个审 我们还通过机关效能建设 是办事效率大大的提高 审批项目减少了 政府腾收更多的精力 找服务 市场的热手壮大了 政府也可以转换出更多的职能 把该管的事情管好 把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 交给市场去管 面对大火机会制裁 温中协会商事件 习近平怎么看 谁想把东西呢 限卖 谁不想卖一个好价钱 凤凰面盘 横龙幻腰 习近平用两只鸟说调整 中国经济大奖房 继续打开经济问号 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呢 是调整 这些年啊 我们发展起来了 总量越来越大 那么要素的制约就越来越严重 缺电 缺地 这个江南水乡呢 我们还有一个缺水的问题 水质性缺水 你水这个地表水 污染程度严重了 那不就缺水了 在现在呢 我们进出口贸易 已经一千亿美元了 出口的话 已经是七百六十亿美元了 我们是一个这个外向度很高的省 出口啊 一存度很高的省 这个贸易摩擦呢 也就加剧了 打火机 屡屡遭到制裁 这个皮鞋 也在别的国家被人烧了 纺织品呢 处处设限 再有就是环境上的巨大的压力 这个 环境容量太小 十点一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七山一水两分田 但是还生活着 四千七百万年 所以说啊 这就提出来了一个 要推进结构 战略性调整 增长方式 根本性的转变 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结合我们的实际 我们就提出了 两只鸟 这样的一个概念 一只鸟就是 凤矿捏盘 一只鸟就是 腾龙换鸟 先说凤矿捏盘 刚才讲到的这个 国外烧鞋 这个烧的鞋 是不是 不好的鞋 假冒伪劣的鞋 假冒伪劣 这个短缺经济时期 市场经济初 初期 家庭工业 原始积累的时期 这样的一种时代产物 在浙江 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现在人家要烧鞋啊 是因为 人家指责我们 鞋的质量太好了 但是你卖的太便宜了 抢了人家的饭碼 那么嫌我们的东西 物美价廉 这个对我们来讲啊 确实也有一些 冤枉 谁想把东西呢 贱卖呢 谁不想卖一个好价钱呢 谁不想多赚一点钱呢 那么我们的东西 为什么便宜 有一个因素 我们就是 一种低成本的 优势 这是默契的 企业分工 过去啊 这个有人分析啊 就提出来了一个 一种现象 咱们现在说是狗年说狗啊 也说这是这个 动物世界现象 非洲猎犬 非洲猎犬呢 是不是 还有个 感谢观看